我们胡桂章笔庄是始建于清道光三年 公元1823年 距今已经201年了 现在我们笔庄已经传承了八代人 我们胡桂章制笔工艺是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新中国的首批中华老字号 我们笔庄的制笔工艺 需要水盆 干桌 笔杆刻字等126道工序 也是我们北派狼熬毛笔的极大成者 现在被称为中国古代制笔工艺的活化石 胡桂章笔墨博物馆也是可以进行现场的活态制笔演示 欢迎两岸同胞来我们笔墨博物馆 也我们胡桂章笔庄来进行参观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加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行列来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到咱们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比如说台湾的青年人 大陆的青年人 还要认真和这个传承和学习 把中华文化一直传承和发展 因为飞物馆遗产就是说把优秀的传统的手工制作技艺来传承和保护 所以说我们作为飞衣传承人也有责任去教一些青年人或者更小的小孩 反而这是我们作为飞衣传承人的一种责任